廖明耀、檢文介和詩欣香三人由有關人員陪同,今天上午11點中,首先到國後館參觀。 他們到達國後館以後,受到總經理汪竹一的熱烈歡迎。 汪總經理引導他們仔細地參觀了每層樓的展品,並且為他們詳細地解說。 他們在參觀以後,對國內工商產品的進步情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下午2點中,廖明耀本疫情又轉往南海路國立科學館,參觀正在展出的供水暴行資料和大陸反共隔離試機展覽。 出法行政部調查局副局長趙作鳳陪同他們一一地參觀了展出兩大部分的11個單元。 離開祖國二十多年,他們第一次看到內容這麼豐富的展覽。 同時他們也對共匪在大陸上種種造型律師的隊形,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 下午4點中,廖明耀,簡文介和詩欣香,又到亞盟中國總會,拜會理事長古正剛。 胡理事長首先對他們表示歡迎之意,並且對他們回國參加反共的行列表示讚揚。 廖明耀本人也向胡理事長保證,雖然他們三人的力量有限,但是決定貢獻一切,為反共復活的大業而努力。 在一起,我會讓他們提供的成功。 在一起,我們會讓他們提供的成功。 在一起,我們會讓他們提供的成功。